我听你模样 你的演员对我能不能相同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过年60岁我就开老板了 我今年我自己给我自己退休了 我在拆迁的时候 我打拼了我有点存款 要是跟我俩过的话 就不至于去上班了 老年相亲有多卑微 大爷为了大妈能看上自己 不惜到城里买房 最后还是被大妈狠心拒绝 今年59岁的昌大爷 为了给自己找个老伴 那是做足了准备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城市人 昌大爷提前一年 就跑去农村买了块地 为的就是希望 能够过上男跟女之浪漫的田园生活 见到红娘 昌大爷要求 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得先拍一下 这栋为了找老伴盖的房子 这房子没咋看懂 屋顶就是这样的 昌大哥你好 红娘好 红娘老沫好 我有点紧张 我上电视 你给我照着 我也是长期以往的 找老伴做准备 我去年盖的房子 新盖的 见到昌大爷 红娘发现 昌大爷的身高 跟资料上有所出入 看这高度好像没有1米7 看着好像还没红娘高呢 哥 就是 我咋感觉你这个头不到1米7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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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1米7 我没有1米7 大概有一米7 我也没咋量 我也没咋量 没咋量这话骗谁呢 为了这次相亲 昌大爷还穿了双40米的高跟鞋 那实际身高也太堪忧了吧 你这个鞋有点高 是我特意穿的高 为了不让自己的短板成为焦点 昌大爷赶紧转移了话题 说这次相亲心里没底啊 头一次相亲成功的胜算也不大 话没说完呢 红娘又把身高的话题给拉了回来 一不小心 那昌大爷还是露底了 心里没底是不是 没有底 所以昌大爷第一印象 就先把自己拉高一下 为了转移话题 昌大爷又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房子上 虽说这李家杂草重生 要说是块荒地我都信 但是昌大爷说了 未来他要在这儿 给老伴弄个花园 过轻轻抱抱举高高的浪漫生活 红娘也是被整梦圈了 原先这是一块地 有一个小房子 都是那个地 都是一块地 大哥你这跟我形容的和你和你形容的咋不太一样呢 你还告诉我都新房子 新房子是 这是新房子 按照昌大爷之前跟节目组的描述 这里应该是生机勃勃的农家大院啊 三间崭新的大瓦房 房前屋后硕果累累啊 可是现在呢 房子只有一座是新盖的 房前杂草重生 屋里屋外都乱七八糟 老鼠来了都得开导行啊 就这样的田园生活 哪个大妈愿意来啊 红娘也是一头雾水 到底从哪到哪才是昌大爷的地盘啊 昌大爷说得很诚恳 我姓你 那是邻居家的 那是邻居家的 虽说家里破点乱点 但是咱昌大爷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比如说小金库 怕的是只认前的大妈 来这儿待两天 可能也会想明白 钱有时候真的不是万能的 走进昌大爷一手盖的新房子 红娘直接怀疑起了人生啊 这真的不是仓库吗 这满地的衣服 是准备给老鼠蓄窝呀 可能老鼠对这样的环境 也会闹意见的 昌大爷表示 别只看缺点 他还是有优点的 我的优点 我还是我身体还好 优点是身体好 我有一个住宿 我有老鼠 我有双毛 有保障 有保障 吃酸住不成问题 看到昌大爷的居住环境 红娘也是打起了退堂股 没想到昌大爷说话这么不靠谱 就赶紧给昌大爷提前打起了预防针 大妈要是看不上咱 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咱这实在是太乱了 这样的田园生活 向往的大妈可能没有啊 自己过我是乱我是邋遢 我承认的 我承认的 眼瞅着这一片荒芜的地 下不去角的屋 还有这躺不下的床 那红娘也是愁坏了 本来给昌大爷找了个条件合适的王大妈 现在也不敢把人家给带家里来啊 决定先回去跟王大妈简单说说昌大爷的情况 临走时 红娘对昌大爷也是一百个不放心的 跟她说好明天的相亲地点后 又对她明天的穿着抄起了心 看着昌大爷的状态 红娘怀疑 昌大爷对身体状况有所隐瞒 就委婉地问道 这幽黑的肤色就是原来的底色吗 昌大爷说了 自己其实很白的 咱这是干活晒的 不行证明给你看 你原来就这么黑吗 我是晒的黑呀 我身上不黑呀 那我 看着 我不怕的 咱们这不是 这很好 晒黑的 我不是太黑 我不是男人 把昌大爷安排妥当之后 红娘又赶紧赶到 王大妈这边 第一件事呢 就是给王大妈 来看昌大爷的房子 王大妈表示 问题不大 看个眼 这房子也不成问题 它有窝住 有地儿住就行 完了它乱我能收拾 我可以能收拾 王大妈 这话说的有点早啊 接着 红娘又问 王大妈对老伴的形象上 有没有要求 王大妈表示 也不要求 说这年岁了 60多岁了 还能找什么 漂亮不漂亮的 就主要是干干净净 立立缩缩就行 听完王大妈的话 红娘这七上八下的心 总算是有了着落 第二天一大早 昌大爷就早早赶过来了 看到昌大爷第一眼 王大妈表情就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 不说话也不微笑 这头的昌大爷 倒是一点都不怯场 充满斗志 势必要把王大妈给拿下 那个 那个 我对你模样 你的演员对我 能不能相同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过年60岁 我就开老板了 我今年 我自己给我自己退休了 我在拆迁的时候 我打拼了 我有点存款 要是跟我俩过的话 就不至于去上班了 我选择了能存 能存很肃静 空气很好 王大妈坐那儿 一句话都不带接话的 这边的昌大爷 还在热情高涨地找话题 王大妈实在坐不住了 说不想找个比自己小的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咱们的昌大爷 可能有点紧张 没有及时领会到 王大妈的意思 表示自己能接受 比自己大的 我不怕叔叔大一岁 大两岁也可以 其实我也挺能吃苦的 我不怕女大一岁 女大一不经济 我对你印象很好 那个你 王大妈也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王大妈又说了 不想找农村的 昌大爷说 我没有高血压 我没有糖尿病高血压 大姐说不喜欢在农村 大爷就是大爷 聊天也这么任性 康大爷还表示 自己的儿子是厨师长 儿媳儿呢 在银行上班 意思是 自己没有负担 而且还有存款 为了王大妈 还可以把刚盖的房子卖了 在市里再买个房子 为了爱人 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反正就是相中了你了 干嘛哥 我把我农村房卖了 上城里再买个房子 好不好 只要人要是对 那都 其余的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对我的演员 评价是啥样 禁不住 苍大爷的穷罪不死 王大妈直接拒绝了 苍大爷 苍大爷也是懵了 为了爱情不断妥协 怎么就是不动心呢 被大妈拒绝后的 苍大爷 情绪也是稍微有些激动 耳朵都要起火了 她的心我看到了 你再给她介绍 介绍啥样的 住高楼大厦的 穿着直流的 那个腰杆好 住脑干净 她要高楼大厦 要住 比我高一点的 她的心我猜对了吗 诶 苍大爷还真说错了 人家王大妈 还真不是因为 苍大爷没有楼啊 那我说的对不对啊 差就差在外观上可能 就是演员方面 您不用心思说 是差物质方面 差什么高楼大厦 大姐刚才也说了 有房子就行 她不是差这个 她就是差 第一眼演员了 好了 这次相亲 最终败在了演员上 我相信 如果王大妈 去苍大爷家里去相亲 她拒绝的理由 应该会再加上一条 条件也不行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 这种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再走 要是能长按点赞三秒钟 那就更给力了 今天来相信的大哥大姐真不意外啊 一个做鱼 一个做凉拌菜 真是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啊 菜做好了 互相品尝对方的咸淡是否合适 都感觉不错 鱼的味道鲜美 凉菜的味道很正 双方都得到了肯定和认可 都笑得很开心 这老年相亲也真都辣眼睛啊 当众就秀起了 哎 让我们观众都有点不好意思啊 不过如果能够幸福的走在一起 我们肯定是给予美好的祝福 毕竟能够找到一个心意的人 很不容易 老年相亲就这么有位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 叫长大姐 59岁 李 经济收入2100元 无住房 与女儿同住 红娘正在与大姐聊女儿 给买衣服的事 太多了 有一些完了不干啥 就让我跌下来了 我又没有地方光了 爱买衣服啊 你的衣服 你的衣服是姑娘买的多 还是自己买 她自己买的 她买的多 一个月能买 或者一季度 就是啥品例 换季一番 她就没得买三套两套 女儿就回来了 是 大姐的女儿 是你给大姐报的名 大姐这次相亲 是女儿给她报的名 我不也给单位给做饭嘛 完了在家 可厨房可能已经特别夜 完了就后背不都起叶飞子了嘛 她忙 一忙忙到什么前回来 上点那个飞子粉 前面那勾着吧 上点粉她就好了 后面就始终吃呢 完了我就找我妹妹 要我妹妹就上 完了我就偶尔的说 但是就没考虑到她的感受 她就不得劲 当女儿得知自己妈妈 要一来帮忙上飞子本 意识到自己不能时刻陪伴 应该给妈妈找个伴了 原来她妈妈的苦 都是因为她造成的 她家有点重男轻女 送她前上院上的 她奶也去了 一听说顾女 她奶扯了把门过 扯了走 她爸就回家去找个车子 就寻思给我退回去 我家给医院 走过我家 那咱只能有十多分钟 后来了她奶奶就说 你不用退 你不要想拿一双布鞋 让她走了回来 她奶奶是个重男轻女的 作为那个年代的老人 可以理解 当她父亲 却也是这样的思想 想要是个姑娘 她连丑她都不丑 就比如我妈 吃过这一个月的 她没有亲她的手段 给她买点吃 买点吃饭的 她有这个应用 这咱俩一种肝脏 她的观点是啥呢 就是说一个姑娘孩 你不用管她那么多 她家来以后了 她出门了 她又嫁淫了 她又得上淫嫁 你根本借不着光 这可是自己的亲身骨肉啊 怎么女儿就不是儿了呢 因为生的是女儿 只能以离婚收场 大姐独自带着女儿 一起生活 生活的坚信 那是可想而知 连女儿都难以忘回 每个阶段很难的长得 就是我们在住房 完全很差那种 然后还是至于骚霉的那种 但是那个时候 我刚到九成实习 也没有什么好的收入 然后我妈就从那个 我们老家是白山里 就是我们咱中华姐姐 就是杯霉 坐火车 因为火车比较平 那么远的 一夜那头的霉吧 我们是矿煞你吧 她说有服务美 买的便宜 一个最后买的贵 每个能省一点钱 对对对 你在桌厕 一般都来过这么走 钱都冷到 人家租房 你记不记得 你让我背这个女儿去 这么说吧 没有摆着劲的 有话有实际 真是为母子杠啊 还好女儿也是个懂事的 为了寻找更好的出入 女儿去学摄影 这样当母亲的 就只能咬紧牙关送 拼命的打工挣钱 我就想想说 自己要学点什么东西 就以后能用得上的 然后那个我就去学的摄影 那时候报名的话 是要交学费的 大概是三千到五千左右 我妈能打两份工 做保姆一份 隔一个食堂 就是给人家做 做饭 早餐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两份工作 找上起来 早早地带上食堂 去干这份工作 干到中午 基本完事了 然后带上那家 去做保姆的工作 好像那个时候 就觉得我们 特别特别的 就觉得是 哎呀我妈 就是为了我付出 这一生 真的可以说 所有的东西 都付出在我身上了 还好 尽心的付出 现在女儿也学有所成 自己再开儿童影牢 大姐也应该有 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了 她的相亲要求是 定义的盐品好了 盐品这是主要的 不知今天来 相亲的大哥 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是节目的老嘉宾了 叫袁大哥 59岁 离夜 经济收入3800元 有住房 说起大哥 也是辛苦了大半辈子 卖了20多年的白雕鸡 每天凌晨2到3点就起床 赶进100里的去抓鸡 回来再杀鸡卖鸡 一年四季 风雨无足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这其中的辛苦 恐怕也只有自己 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当然收入也是可观的 自己一天赚的钱 可以抵得上别人一个月的工资 他再苦再赖 其实也是心甘情愿的 毕竟为了自己的家 可他的付出 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妻子不认同他 不理解他 在别人面前对他的评价是 他啥也不干 这让他不理解 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妻子不与自己商量 偷偷的把家里的钱 给他的弟弟 给自己买各种保险 却不拿钱给他交保险 这实在让他无法接受 所以后面 两人只能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 大哥是既没钱又没买保险 所以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把自己的保险交了 剩余的钱就买了一套小的房子 现在兄弟节目出生活费 要他在家照顾93岁的老父亲 他没有别的事 就想找个老伴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他的相亲要求是 有啥说啥 有啥说啥 你要是三兄弟老婆 我肯定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就完了 有啥说 啥是大哥唯一的要求 上次大哥相亲没成功 这次的大姐不知是否能呵斥他 红娘带着大哥来到大姐家 刚进门就闻到了菜香味 小大姐 来 来 两天起 大哥 尝一下小大姐 来 快坐坐坐 去你家就算了 坐着呢 味可香了 从药就飘过来了 我买了一条鱼 我老师行 搬买那个李的 李的那些娃 那些娃都养殖 这位买点海鱼 海鱼 买了点金 买一条金场鱼 这个烤的那个 那个变累 回来 让我喂上了 让我烤的 过来瞅瞅 豆角让我炒出来了 刚炒出来 都已经炒出锅了 帮不帮这个 原来大姐知道 大哥要来 已经准备上饭菜了 这大姐可真热情啊 两人刚见面 彼此第一印象 都还不错 还行 我觉得好像 皮椅照片 有点稍微看了 能舒服一点 大哥 感觉咋样啊 感觉挺好 有了良好的开端 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啊 接着大姐 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 离婚的不一样 我俩的就是 矛盾呢 就是 主要的矛盾 就是我姑娘 是不是姑娘孩 自己的离婚情况 与别人不一样 离婚是因为 自己生的是姑娘 还有自己 一直跟女儿一起生活 时尚我俩在一起 没分开过 反正她也依赖我 我也依赖她 所以就是说啥呢 虽然就是成家了吧 姑娘这一块吧 完了就是说 有事啥的 我也得帮她 这是当时是主要的 对不起 所以肯定的帮衬自己的女儿 大哥对此倒是不介意 大姐自己还在外面 打工赚钱 要打一块工 然后时尚我也没闲呢 这事儿还能拿 哎呀 干 你也吃了好吧 带了一个字吧 我这人也敢 像你是 那个麻将不会 麻将牌都没没摸过 不会玩什么跳舞 麻将啥的 这些我都会有些不爱好 完了那反正 我的主要的爱好是啥呢 就是晚上穿花的散步 端端端身体 端端端身体 因为除了饭后散步 打牌 跳舞 什么的都不感兴趣 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大姐 你也真够失诚的 先一咕噜 就把自己的情况 全倒出来了 大哥对大姐挺晚意 所以大哥想要露一手 准备帮大姐做饭 你不得提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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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帮大姐做个饭呢 你俩忙活忙活 大哥啥都不做 你自己啥都能找 十六个小子都想 我十六个挺喜欢 你看就是两个人吧 就是没事的 跟一起玩了 爱买点菜遛了遛的 回到家两个一起做点饭 吃完了没事熟了完了 或者看看电视 老婆客玩了 再没有事出去遛遛碗了 这辈子就想 相往就是 两人在一起好好过一个一 到现在也要 变成熟了 相往这个 对 大姐一听大哥 要和他一起做饭 就开始畅想以后的 美好生活了 大姐 相往美好生活是好的 但不要表露的这么现行嘛 两人一起做饭 你对一个 我搬梁太太 行 行 先怪这个 那个 听那个东西就那什么 有这个搬梁太 搬梁太 有来想吗 没有要 搬梁太好了 你吃什么 我什么样的走行 你不会说话 你不会吃细一点 不 不 我吃这一方面 我真不挑 大姐太实在了 不接了 不接了 好痒 大姐 对 也是 瘦的 愿意吃 大哥说你好痒 嗯 我 我很好痒 好痒 丁井小姐 你尝尝尝 尝尝尝 我拿上的 兴的 行行行 行行 那边在这里啊 行行 一起喝和笑笑 气氛真融洛啊 这就是很现实的幸福生活状态 饭菜做好了 一起坐下来吃 边吃边聊 两个人都认同 有啥事直接说出来 大姐就是还有啥 点 bond 有点困住啊 可以跟大哥说 大哥这方面有啥 对大姐觉得有点那啥 对咱们就涂糟 收到庄名 对 就完事 因为大姐也说 大姐那边你肯定欣赏 大姐说啥事 咱就是直接都说出 别在心里 一样的肠子 啥事可能从那桌面上 对 你也跟那个 不知道咋个事 跟他生个气 对 我最防战是 完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 你这时候你还不知道是咋个事 看着那时候补气了 完了你莫名其妙 完了一个还不知啥 你俩的心里也太相思了吧 这两个人到一起了过一个 特别厚到一起了 跟那个一起在上量 这些东西怎么整的怎么弄 其实我跟你说 你俩人都完一起了死的话 有点混合比 头部人好 接着大姐就把自己的 过程又说了出来 咱就是说我过年整这一块 咱都咱那么说 精神上也挺困难 特别近年 你说给这时候住这房子 一个月就一万 一个月就一万 只要停了能多半年呢 你说咱没有进钱的地方 怎么也得老头点 大姐还要帮女儿还贷款 现在帮了多少 你现在她有贷款 完了我再帮她还贷款 还贷款 一个月就这么做吧 万一剩剩不几个 那这工资你不得没了 挺重的 她今年再客户一年 反正来年也就好了 今年一年完事了 今年一年基本上就能能弄什么玩意 她要是她 她要是这码码好了 条件好了 这就不用还了 因为啥是今年 她码码不好 她没有进钱的地方 还得搭钱 因为疫情了 对 咱难得遇到 就是挺对心情的人 是不是有点困难 咱都是暂时的 不是说看不到仇 是不是大哥 表个态 你先冲了呗 冲了呗 你觉得这些问题也没事 大家客户一年 反正来年也就好了 对 有困难咱就一起克服 对 有幸福咱就一起分享 是 那行 来 祝你们俩 希望你们俩能有一个 幸福的晚年 好 负担确实不行 不过还好 这只是目前暂时的苦难 在红娘的协调下 两人还是先处处 不过后面传来了好消息 大姐女儿在大哥家附近开了个 儿童影楼分店 这样可以方便两个人相处 大哥也在帮着干活 与大姐成了 那也是自己的女儿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起码 除以零 所以能对得起观众 大哥别说对得起观众了 能对得起你就行了 别看大哥现在挺好说话的 一会儿就不一样了 咱们先点个赞 接着往后看 郑大哥 67岁离异 月入3900大洋 大哥说 平时没啥客人来 家里也就随一点 想咋放就咋放 再者一跪都摆满了 这买了多少年 这也是好几钱 这是屁毛一提的 这是吊领 这是 这个是吊 对 这个也是 咱怎么这么多吊 我去商购的时候 称我领导 跟行长开车 你不能穿的水的拔塔 穿的好的 年轻时候是做什么呢 刚才说 跟行长开车的 什么行呢 共行 没看出来啊 大哥原来也是个老司机 原来给行长开车 总建些领导啥的 所以衣服多 自己也整得干净利索 或者别整个 买买台台 谁的八岔 就是说退休了 在出门一看 你看这老头 干净利索 大哥这想法还是不错的 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啊 退休后就爱玩点麻将啥的 这不家里的设备一应俱全 有时候一天打两股 有时候就不会 就搁家里玩啊 有时候在家里 一礼拜能打几回啊 一个礼拜三回两回吧 你这设备可挺专业啊 还有这叫排言机 对排风机 排风 排风 这是你自己安的 买的啊 18年前了以后 找不到完的 大哥就耗着口了 所以想找个老伴 陪伴着能够耗半生 那大哥有啥要求呢 根据大哥的要求 安排了两位大姐 第一位 带姐59岁丧偶 月入四千大洋 是个闲不住的人 在一家烧烤店打工 虽然不多 但是也够自己花了 来看看大姐对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第二个 孙姐66岁丧偶 月入两千三百大啊 这大姐不光才艺多 并且还爱没打扮 这不一波才艺下来 问问大姐对另一半 有啥要求没有 七十岁以下都行 工资条件四五千块钱 大姐那你怕不怕 要是再找伴 对方接受不了咱们这点呢 那也别改变 接受不了 我就再看下一个 再给你们这里的找 啥就找出啥就算了 来看看今天两位大姐 大哥能不能抱得美人归 老来相亲多之间 跟大姐见面后却一言不发 瞬间头大走神 我说大哥你这是咋地了 咋不说话了 来看看这两见面是啥情况 看来大姐还是挺买意的 大哥就有点介意了 当谈起打麻将这个事 大姐也有自己的看法 大哥打了叫 大姐却没有嫌弃 反而在他这是个优点 能看出来目前为止 大姐是很相中大哥的 紧接着 大姐说着自己 对以后生活的看法 大哥却脑壳疼 咱们把都有退休工资 是不是 你扶持我我帮助你 就是两个伙伴才是个小伙伴子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这博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你这要求确实有点大啥了 我得知道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大哥你倒是说话 你不说我们咋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最后问了半天才说了原因 第一个就占黄了 大哥的意思 大姐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但还是插在眼人上了 在大哥再三考虑下 还是坚持第一感觉 比如说皮肤状态一定要好 这不第二位 人家冰箱都是菜 她的冰箱都是面膜 那大哥能看上吗 六十大姐来相亲 态度为啥突然转变 不跟我说 你爱打扮 爱花钱 爱卖东西这点 要是不能接受 我就不改 那我就接着再找 这怎么刚才又说可以改了呢 咋态度转变了呢 人就是这样 又和大姐这是啥情况 到底是因为啥 能让大姐如此退步 这还得从两人见面说起 这不大哥就来世了 还特别整点水果啥的 还把大姐整盘弄 一眼就瞧上了 整几层 哪个单位的 工商业行 但是大哥却有点香不重了 这又是咋的了 这不好说 这不好说胆说 再了解了解 谁知道大姐怕别人 不喜欢她的这些爱好 为了相亲都豁出去了 大姐之前也说了 不会为了他人而去改变 但是遇到大哥呢 之前坚定的底线 瞬间就崩塌了 所以说 爱一个人 可以把自己的爱好戒掉 紧接着大姐 也说出了自己的性格 我性格外向 我这人爱衰老 我也最容易接受别人 我这人比较强势 跟自己仗比较强势 待会跟你不会强势的 记住啊 不会的 这沟通下来 大哥对大姐的感觉 在赐加分了 随后大姐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要同意 我也非常同意 咱俩就加个微信就行了 你百分之百满意吗 对哥 百分之百 我挺相忠你的 这不两人看得眼了 这事不就妥了 所以说 没有一见钟情 只有相互包容 才能长长久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老年相亲趣事多 我们关注走一波 感谢观看 我们明天见 See you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的类型 比方 微胖一点 然后你气质 更有一点气质 我感觉他 气质这方面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气质差了一点 今天来相亲的 大妈真不一般 自己也是71岁的老太太了 古来袭的年纪了 找个老伴 还要找有气质的 大妈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 70多岁的人 又有几个还是气质型男 大妈 你是来找老伴的吗 还是来学美的 今天来相亲的 大妈叫马大妈 71岁 汉偶 退休金3900元 大妈一出场 那真看不出是71岁的老太太 那气场好足 还穿着5厘米以上的高跟鞋 金身裤 打扮精致 还蛮有曲线的 说是50多岁的人 也会有人信啊 来到大妈家 听大妈说 她一天要到洗漱睡觉 才脱高跟鞋 我的妈 这能受得了吗 脚不疼吗 全身不难受吗 年轻人都受不了 这其实老太也是太厉害了 不得不佩服啊 这70岁的老太太 还很时髦 每天要化妆打扮 口红都要根据穿的衣服来搭配 说她是时尚界的 弄潮儿也毫不为故吧 谈起过世的爱人 大妈是幸福甜蜜的 年轻时候的丈夫 是个真正的东北男人 幽默又豁达 两个人感情也很好 可是却天度英才 丈夫突然离世 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 大妈世纪当妈又当爹 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 儿女都成家立业了 儿虽也不需要自己再操劳了 自己也进入了古稀之年 30年前的幸福 让她回味无穷 30年后想继续来 圆了自己的梦 还想选择一次美满的婚姻 她的相亲要求是 你说我之前没想 完了突然之间 自己七十来 所以才想上电视 我无非就是年龄大了 年龄大了 也有选择婚姻的权利 是吧 我就我自己来说 现在的状态 大我四五岁 这个真好 要如果说是条件相当 不嫌弃 或者我们觉得能合得来 小我四五岁也可以 以大妈您这精神状态 还是找个比自己小的吧 这样更合适 否则只能由你来照顾老头子 那多不划算啊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叫赵大爷 七十岁 看哦 退休金四千元 大爷应该也是婚姻生活里的幸福者 谈起过世的老伴 大爷是泪流满面了 老伴生前把家里家外都打理得很好 偏偏自己在过七十岁生日前 老伴就过世了 连生日都没老伴赔了 心里苦啊 没老伴的日子 过得真是七风苦雨啊 做一顿吃几天 剩饭剩菜一个人慢慢延 又不想与儿子儿媳一起过 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小家 他们每天有他们的事 也不想去打扰他们 一个人过觉得太孤单 所以想找一个一起过后面的日子 他的相亲要求也很实在 大爷还是很有诚意的 不知今天来相亲的大妈是否合适他 红娘带着大妈来到大姨家 这大妈一出场 顿时让人感觉 今天这个大爷不是他的菜 大妈打扮时尚 气场很强大 感觉是明星出场啊 而大爷虽比大妈小一点 但与大妈一比较 感觉大爷确实属于老头子了 而大妈还年轻着呢 所以两人刚见面 大爷对大妈印象很好 一 而大妈对大爷就不满意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我喜欢的类型吧 比方 胃胖一点 然后呢气质 更有一点气质吧 我感觉他 气质就方便了 气质不达标啊 两人坐下来聊 大妈问 大爷答 感觉就是面试啊 大妈问得盛气凌人 大爷答得小心翼翼 感觉大爷说话都发抖啊 是紧张吧 而且还口齿不轻啊 大爷你也是活到七十高龄的人了 也是工作过几十年的人了 面对一个老太太 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话都出不出来了 通过大妈对大爷的面试 大爷在铁路上工作 但文化水平低 所以也没职称 大妈觉得与自己没共同语言 越问 大妈越觉得大爷不是自己的菜 大妈可不是迁就的人 不是自己的菜 就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所以问蛮就要走 这大妈虽然是七十岁的人了 但就是这么干练啊 不过因为正好是大爷的生日 有心的红娘 特意为大爷订了生日蛋糕 一起为大爷过了个七十岁的生日 大爷十分开心 虽然自己十分钟意大妈 但大妈看不上自己 本来还有些失落的 有这么多人陪着自己过生日 一切都不在意了 这次相不忠 继续找下一个吧 反正找老伴也不急于这一时 先开开心心过生日吧 都说老小老小 其实人老了 有时真如小孩一样 有时要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会是女人第二次头台 我想改变一下后半生 我要找市里的 不找农村的 以前介绍都 市里都不是普通身份 想到后 我找个农村 这么说也不能 按念那不行啊 这话说的 他自己都不自信 往哪一站 晃晃悠悠的 还想搞个有来头的对象 你想要什么样的身份啊 相亲嘛 得踏踏实实的 怎么还跑来这里 许悦来了啊 你应该上庙里啊 还指望别人给你撑腰呢 你的实力咋样 自己颠量颠量吧 今天相亲孙大姐 52岁 年过半晚 实处了不起 有一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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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里 有包了五公里也没中 那自己收收呢 能卖多少 不好 卖多少 那它就下了个眼 那里还有备用呢 那还是毛的就 对对 这个平地去年老的 这死不少 那棉子老死了 那这个 那这个一年 这个九千多 这个毛的收入 靠你的还是 你们姐姐 我们姐姐俩 跟着毛和 种了两个地儿 要没多种 包了五六公里 就种了五六公里 这么事儿 这位大妈的情况 真是有点难办 她和她弟弟一年 中级收入 只有五千多元 说实话 现在外面打打工 收入比就高多了 咋就不能努力些呢 是不是有什么说不出的秘密呢 这大姐挺爱自夸的 咱也不知道是没钓到鱼 还是鱼没上钩 反正大姐和她弟弟 一直未婚 成了乡里 乡亲一论的话题 大姐就想着 给自家长个脸 拉着弟弟一块 活出样子 盖房子啥想 就活的感觉 不让她看不起呗 不丢嘛 那边就开始 省之间用 斩 到我兄弟这边 感觉那是 她是不是 也没说喜闻嘛 是不是 用俩钱 我先去把房盖 知道吗 这个房子好 盖的 看上不怎么好 但是前面上画 画十多万 全是故的 而且那个地梁 和那个过梁 打的圈梁 过梁 都是国标 钢筋通钢 都是一把好 大姐这房子 是用半辈子 血汗盖起来的 但也让她家两代人 穷得像老鼠过冬 以至于后来 连打扮墙面提前 都没有了 现在大姐想起来 当年的决定 就后悔莫及 不管咋能咋 没错 没像他们 有个女的 接个邻家 老咋的 名字 老李 也那么错 没错 都是没介绍 几个错 我大姐的 苏波兄的媳妇 给我介绍 原来是大行 镇的梁库处 以后我没看 介绍一下 是大行梁库处 以后 掉豆腐梁 去复制荡 这个也错过了 豆腐有个 药房的主要 那是我舅 托别人给介绍 也错过了 那当时 那你看人家 对方条件都挺好的 那当时差啥呀 没错 那些事都很好的了 就是那时候怎么 不来就找一找得像 不想找得像 现在想起来 挺后悔的 那倒是 大姐都哭晕地撤火了 后悔药也吃不起了 现在大姐岁数 也不小了 就想了再攀个好枝头 就从咱们 把那个家乡人 看不起 我也得争这口气 我这样 这么说吧 作风你也看得出来 传统 我这传统的事情 这么说吧 谁乖把我取到家 谁算哪了 一点不乱化 什么基因手势 什么这些东西 我都不好 这么说 俺家吃什么五个 我们丢嘛 俺家这些人都是 生活都是比较节俭的 收入是本来并不高 但是把他一直 过到这份人家的房 从下方没盖了 你想一想 要是乱花钱 他能过到这程度吗 人生路难走 得靠自己要强 你若稍微再努力点 墙面也能刷上漆啊 虽然大姐 抠抠声声不爱财 但财礼还是不能少的啊 我说我得要点财礼 因为我一次贵没钱 我这么一分钱 不要到家 这么说 有点太不值钱了 就只有在自己 看不起自己了 财得要路级 要路级 以后再谈 再演 以后再谈 看对方经济情况 对 到时候再谈 这摄像小哥 真是嘴快啊 平时沉默寡言的人 也跟着起哄了 镜头前当起了说客 大姐这样的 不要彩礼 都不好交代啊 还真是敢要彩礼的主 但大姐要的 可不是只有彩礼 这么简单啊 我说我还要一个 隆重婚礼 我要给家先生看看 我只能要 没看我伯伴多大年龄 我只能要一个隆重的婚礼 我应该以后 哪怕固里 没有好意义 没有机器手都在 我都不在乎 我要给家先生看看 结果那天有多隆重 活到这把年纪还眼高手低 嘴上说着要争口气 实际啥也不肯干 别人都瞪眼了 你还想往到处爬 真是自不量力 欲喝难舔 咱还是五十点吧 先看看缘分在座打算 秉财 叶大哥 我知道了 你小哥 我俩都幸福 今天多大年龄 孙慧宾大姐 五十多 五十几今天 就不要先问这些了 五十几 不是那你 我得给我叫姐 或者是叫啥 称呼一下的 不是 咋能叫姐呢 人家比你小 你今年多大岁 是吧 我今年五十八 你五十八 人家才五十二 我老门 这位大姐真会搞事情 问个年纪就不爽了 这明显不乐意啊 可这大哥看上去 比大姐还要小 那就几乎好好闹吧 家是哪的 廖园东风的 那你家多少地啊 地上多地 那你是 离异的还是说 未婚 一直未婚的 嗯 那挺好的 你知道吧 大姐的情况 大哥简直开心上天了 婚后没那么多烦恼 简直是难以想象 大哥马上主动了起来 跟大妈攀躺不停 那你现在为什么想找个伴呢 人家就有个归宿吧 啊 知道吗 这个条件特别好 那我没有那什么子女 就是说 那我一直没结婚 她自己 对 那我近点 你那么害怕我 真的 那我就近点吧 真的 你要那么那个害怕 我就远点 大哥本想接近大姐 却没想到自己的求爱之路 如同火车开进了隧道口 眼前一片黑暗 近点呢 近点 近点 老阿姨 真的不同意 真的跟他俩 这么说吧 不适合我 你该这么说 他不适合我 我也不适合他 咋畅畅呢 你觉得是人儿长相啊 还是咋的 人儿长相 那个住的地方啊 哪一方面都不是 这么说 我都不满意 我要找市里的 不找农村的 农村 我们说农村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现在就不想 后半生不想住这农村的 以前介绍的都 市里都不是普通身份 小到后 我找个农村 这么说 也不能安恋的也不行 你这是哪个自信啊 嘴上说着八道 心里想着八卦 自己一事无成 还想着做个大事情 不过大哥倒是处便不惊 心态不错 理解理解 是啊 理解 是我不说了 你知道吗 选择是个人的那个 哪个权利 你知道别人 你就是说 哪个无权干涉的 完了我给你 你知道矿里 我都给你找 我给你介绍这个 真事 我们家他就是说 哪个老宝啥的 60来份的 那我不找的 哪个上澳的啥的 那都很多很多 我不找 你因为都开我路 60岁我都不找 那50多岁呢 50多岁可以 是 那你就大胆说 完了咱们大伙给你 就是说 那帮我忙 这都是 那么人生的 这种的 该说你们的 换上来我都不找 我不喜欢的地 大姐这口味可真挑 条件高了 还嫌没料 地方偏了也不想走 虽然大姐没啥财产 但他那颗勇往直前的心 可真不简单 我就那我问你 也是那我多余的 那你怎么想到咱们这个栏目来报名 心里怎么想 就想电视台报名 有什么心里怎么想的呢 想找不回处呗 谁给你报名 几点好身份地找 哎呦 我啥都不说了 我受不了了 我给你拿个苹果吃吧 我不是 我说命运是感觉认 自己能掌握 我想掌握一次 真的掌握后半生 会是女人第二次偷胎 前面上 回来农村 完全活得很苦 我想改变一下后半生 想近视的生活 尽量找好的 挺好的老百 即将人吃东西 吃饭 吃都挺好的吃 吃得没有好的 差点饿了 不是我想找啥就找啥 什么事情不能随我所愿呢 知道的道理再多 但梦想不能放弃 大姐还想靠自己 实现人生逆袭 干一票大的 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得承认 大姐有勇气有毅力 毕竟这么多年 还没找到伴侣 那就再等等看吧 说不定机会 就在下一个转角 好了 今天相亲就到这里 吃着火锅聊生活 爽歪歪 我们下期见 光看长相 今天这位相亲大姐怎么样 我要说大姐今年四十来岁 大家觉得没毛病吧 其实关大姐今年五十一岁了 为什么看上去挺年轻啊 因为大姐没有生过孩子 之前也相过一期节目 没有牵手成功 但关大姐这形象和气质 受到无数单身男士的青睐 这不 我们刘大哥就是其中的一位 没生过孩子 是不是在长得挺 挺好看的 挺相当好 那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心心念念追求的女人 今天终于见了面 激动的刘大哥不停地夸赞 走个 什么处 刚一见面 刘大哥一直盯着我们大姐看 那关大姐对我们的刘大哥感觉如何呢 今天这对乡亲很有意思 会有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呢 家人们别着急划走 我们接着往下看 管丈母娘叫大嫂子 没话找话 刘大哥看着我们大姐不是很开心 就提出一起吃个饭 去吃饭的路上 正好经过刘大哥的家门口 此时刘大哥邀请大姐到家里做作 赶鸭子上山 去错了地方 我说刘大哥家里什么情况不清楚 本想让人家认认门 去给自己捡了份 袜子放进帽子里 虾龟乱放 我说海燕啊 你可长点什么 虾里的卫生就不能收拾一下 这哪像乡亲的状态啊 卫生都这样了 你还敢把大姐往家带 接下来的发展能不能扭转 就看你吃饭时候的表现了 这一只鱼 很难难的 那个锅 锅炸我们家有蒸送 蒸送的小鱼锅 多搁点豆腐 到了饭店开始点菜 饺子烂了边 这下漏馅了 口太口了 就虫成那个点菜 咱就点个 三个两个 你说这么多人啊 如果要是我点的话 三十二十千重要 真是朽木不可刁眼 我说刘大哥啊 关键时刻也太不争计了 红娘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这个老太姐 给大家解采的 是解采的 对你看 喜欢吃啥呢 点两个人 穷瓦富感急 真是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说好的让观众大姐点菜 菜单在你手里 就没撒开过 还一个劲的得不得 明明是心里舍不得花钱啊 刘大哥啊 今天咱们是来乡亲的 不是来算账过日子的 不舍得花钱 找个理由还这么勉强 没过一会菜都上起了 接下来刘大哥又有什么操作呢 一开口不是未来 就是发展的 整的挺悬沃 观大姐在一旁听了云山雾罩的 开场白说完后 刘大哥才进入了正题 绕来绕去 不就想表达让大姐上班正险啊 还说的那么情真一切 侧门上贴对子 文不对体 你这是诚心把我们大姐网购理贷啊 一看官大姐误解了自己的意思 刘大哥也是赶紧阻止 我说刘大哥都是成年人了 不能直接说吗 大姐连孩子都没生过 当然不明白你的套路啊 原来刘大哥想表达的事 这时候的观大姐 估计也是装傻充愣 因为眼前的男人自己根本没看上 围棋盘理下相级 眼看不对路数 刘大哥直接摊牌了 对大姐直接开启教育模式 这个时候官大姐也回过位了 本来就对你没有演员 还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 性格上也是接人不同 官大姐直接表达了看法 吞下金兜的乌龟 后悔也晚了 刘大哥你就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好好的一副牌 自己玩得稀碎 刘大哥你是没戏了 面对现实吧 好了 今天相亲就到这里 家人们给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 现在工资开得不多 好歹啥呢 生活水平低 一个月的有个五六百块钱 好想就要 你有五六百块钱 生活费够了 基本上呢 你现在我一个人 那啥你 你都买啥 那你最少得一千八的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大爷相亲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找个年轻漂亮的赵无资的 可没想到每月给五百都嫌多 属实是太抠门了啊 我的话吧 可以说的话命运挺坎坷的 有的时候特别是年姐的时候 就感到的话挺那个 特别的话凄凉 孤单寂寞 就有点儿生 就是年姐 有的时候我儿子过来 给我接过去 但是的话 第一眼的话都上班人挺忙的 等他们要上班的时候 自己回来还是冰冰冷却 孤独 讲话一个人面对墙 就感到确实是挺难的 实际生活上吧 都还可以 就是说这个情感感到特别的话 那啥 太空虚了 这经验上都有一个技术 对 你说得太对了 这次的话也是下决心 想找一个啥样的吗 我想找一个吧 第一个是身体健康 年龄相仿 有共同那个语言 而且的话有点素质 脾气啥的 第二个的话简单粗暴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自打老半价和唏嘘撒手人欢后 大妈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了光亮 孩子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自己一个人是空虚寂寞 这次铁树开花再逢一春 就看能否价为人稀了 现在工资开得不多 好歹啥呢 生活水平低 一个月的有个五六百块钱 好 现在正好 你五六百块钱 生份费够了 基本上呢 你现在我一个人 那啥呀你 你都买啥呀 那你最少得一千八的 那五六百块钱 都不是那啥 你交话七百块钱就两成千 你和他没关系 我说吃 那不是你不生活费吗 生活费不得包 那啥都得包括吗 那我没算过也不 也没细算过 但是五六百块钱绝对不够 你看现在水果的话那啥 就是我今天买那个卧干 那不都不咋地呢 五块九毛吧 那不定六块钱吗 买几个的话就十多块钱 就是买点肉啊 那又啥都不值钱 完了也吃不多少 水果 女的的话再买点化妆品 长重头发 炎炎头发 就买点这个面膜 你看这都是的话 那啥生活当中的 你有时候你心思不到的话那啥 现在那啥那啥菜啥的 营寂的 这都挺贵 虽然一个人吃多少 你不也得买吗 天空两盛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土地庙里田窟窿 属实不妙啊 大爷一上来就胡同里赶猪 直来直去 直言自个工资不多 以后要是和大妈真的走到一起了 就每个月给500块零花钱 大妈一听到就哭了意了 只乎买个水果点心都得不少呢 更不用说买衣服首饰了啊 在书的时候开箱 那可能50块钱还得买这些鱼鱼 不是我不得 我那鱼鱼呢都不算 那能算吃饭吗 那能算吗 那不是他不也是花销吗 因为那水果吧 我姑呢 我姑来了一整一堆 吃生意有老些都粘不不行的 那眼睛给他买 你眼睛不来的话那你不得买吗 是是 你能等眼睛去买去吗 所以我也没算过这东西 那你得买老多钱来 就你这么生活 我这心里好像就买米买面 就是好像走的来 我都不知道 我开支吧就进卡里头了 一花一改少就少 这这回事了 反正总有总够 从来没计算过 说这这这这 这个这个又花多少钱呢 干啥玩意 或者整地什么 没有啊 用的就用眼睛去 真是和尚进了孤子安 大事不妙啊 大妈是嫌弃大爷太抠嗦没肚量 大爷这头也是急于辩解 直呼自个儿的姑娘姑爷 没事就爱看自己 这一来别说是水果点心了 说不定都还能塞点钱呢 大妈一听就不乐意了 直呼过日子可没有这样的 看来是打心底的接受不了啊 我这家家 整这个收入费在那打探 钱钱的 甚至有的人更不像话 我凭啥养你 就那样人到他就别说喜欢 他就别找老伴 你要是说那钱 我舍不得给别人花 我就自个儿花 谁女人吧 也不一定说他自己花他去 那你说上个儿的话买回的东西 说这我买的你别吃 谁弄那样 有的人吧 那啥有的人 原则上吧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老房处 就是买菜也买东西 买水果的 女人吧也不一定说 这一点哲也没有 但是的话呢 你就这么较真 那个我凭啥养你 你跟我俩的话呢 什么没有一点关系 什么什么 我家的财产呢 我的儿女呢 那你就别找这一半了 你就做点货吧 你有多少钱 你酒精啥 你这个帮子 你就跟那钱过呗 你还找啥呀 你上这儿啊 这他找不着眼 我都不是说我嘴损 我就说 我就敢说这话 那谁子傻子 就跟你俩大伴去呢 早日也是几天分斗养表 那都不行 过日子讲究的是你情我愿 我对你真心是义 你对我死心他地 驾汉驾汉穿衣吃饭 毕竟咱男子汉大丈夫多承担一点 于情于理都说的过去 可不该这么小气啊 大妈也是一点不藏的掖着呢 直呼像大爷这样似的 别说上台相亲了 就是上漂亮国相亲 都不一定能找到好的 但是我把我的生活理念呢 就是说的话呢 不求大富大贵 但是呢也得孙着过眼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的话呢 找那个就是啊 另一半的那个要求呢 就是说的身体健康 因为这个年龄不能说的是讲究 咱们的话呢 都七十左右岁了 你可能是七十多了 你就是说的话 咱们不像年轻的 还有很长时间 不行的话呢 散了离了再重新开始 我是属于的话 普通人大动 选另一半的时候的话呢 也是的话 不是说挺各社的 那啥要求的话呢 工资说的五千六千的 我的话没有那个那啥要求 但是的话呢 这一样的话就身体健康 我们活一百岁了 特别的就是 特别有底气 你看没事 我不想活一百岁 我想活这个八十来岁就行了 太多浪费粮食 给别人添赌 是 活多大岁呢 活得得有质量 对 真是老奶奶酸被我 给爷整孝了啊 咱可真是没想到 大爷大妈还能因活多大年龄 发生争执啊 说起自个的身体状况 大爷是直呼自个全身上下 没一点毛病 表示就算是活到一百岁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大妈一听就有不同意见了 直呼活太大岁数给人添赌 还真是善良的不得了 我没啥事吧 你说我爱好钓鱼 你有什么爱好 别人没有啥爱好 留 留的话那啥行 留我去年走好几个地方 去年的话 这不行 我到那个哪儿 到那个古城 十三代那个古都 你跟团走的 我也是跟朋友搭伴去 跟朋友搭伴去 我这还有团 看它哪个地方好 厦门 厦门桂林 一个九镜 一年二年上海南过一个东西 是不是 但那地方挺好的 不得没啥事 它团到哪儿去了 咱们东北的话冬天不好吗 好啊 是啊 四季分明 冬天是冬天 夏天是夏天 你冬天外边冷 你向外边哪去呢 你也不跟他卖东西 站着 也不坐到哪儿去 我认为的话咱们东北最好 四季分明 冷像冷 那个啥 那个就是说热情热 你冬天的话冷 是 那屋里在哪家 不是温暖入村呢 窗台把那花的话照样开 有的人的话上海南这样 那初有大病 说上那个阿拉 他气管炎了 或者干啥 怕犯病 他上那儿去 我的话要是说 那上那个南方 我就是一走一过 我不想的话那啥 那你刚刚有家 可家多舒服 你上那个阿拉 就住这个住那个 我的话不是那个理念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眼看大妈这头忘记了零花钱这回事 大爷也是连忙说起自己的性格爱好 没事出去逛逛鸡旅旅旅游 以后要是吧台大叫取亲家门 你负责臭美拍照 我负责拎包买张 想想都是飞机上抹腌制 美上天了啊 但是没想到大妈 和人家想的又不一样了 全身上下还真是没一点和的 今天初始见面 我也是实话实说 我对人吧 就是快远快远 你的话常常说的 你是49年生人 我想的话呢 我想找的话呢 跟我年龄相访 价差不差两岁的 两三岁的 那个咱俩吧 就是说有点不算合适 虽然咱俩都同城 我希望找同城的 但是吧就各方面的话呢 那啥也是有各方面因素的 对对 希望咱俩吧 就是说的 不能这么夫妻吧 咱还是朋友 好 你还是老大哥 对 你也别有啥想法 是 人吧就是走这步走不容易 对 你们钱卖这步也不容易 对对对 你也得承受啊 对 你也不能说这one方就是菜 是不是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活业 聊了这么多 闹了这么久 但大妈也是城墙里捅图干 实来实去 职严人找幸福谋另一半不容易 既然决定卖出移不了 那就一定要一步到位找得好了 看来是打心里没将中吗 你这花工的转的这么坏呢 刚才刚说那个 旅游什么的 但是 有共同点是共同点 但是吧 我得跟大哥交实底 是 咱们不能说这的话虚心假意的 是 完了整两天半的话 那闪谁或者调谁 说这行咱们有可能往下走 咱们就往下走 咱们就往下走 有咬咬个互相的话的话 有点差距 现在都觉得没可能了 那的话 你害人家浪费时间干啥呀 我也别耽误你 是不是就说道家话吗 不管阿姨咱说 你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 这个挺不错 那让我也说了 挺开朗的 我这怕那个什么粘不粗的 刚一说的 甚至有点啥矛盾 就像冷战不知声了 我也 我就挡个憋子 有啥事咱摆桌面上 把这事做开了 完了无论是什么事 互相替对方考虑考虑 换位思考 对对对对对对 你说这对我完全干啥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你看嘛 这刘大哥的话 就是一个明白事理 叔叔会稍微有一些失落 只能反省自己不够优秀 我不是你心中的那个他 不是你的菜 不是你的菜 没演员不是一丑 我就讲一见钟情 哎呀这哪找去 还没那个感觉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爷相亲是想找个年龄漂亮的 能够照顾自己生活起居的 但是给出大妈的条件 属实是太差了 都是千年的狐狸万年的龟 肯定不会就这么让人如愿啊